今天這個88理財友方 那麼趕快我們要帶您來關注的 這應該是全世界都最關注的事情 也就是英國脫歐成功了 好 那麼離開了歐盟 到底接下來衝擊的 全世界的金融市場會如何做演變呢 今天節目內容當中 要好好帶大家來剖析 我們從大環境 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商品的變化 匯率的一個演變 再回到台股 到底我們台股的一些投資朋友 到底又該如何因應 今天節目很重要 這個關係到大家接下來投資方向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先來介紹今天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資深合格證券分析師 馬基強 馬老師好 志祺好 投資朋友大家中文愉快 好 再來介紹的是 袁娜寶華的策略分析師 顏承輝 輝哥晚安 志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今天幫大家準備的主題 首先我們就來看到 這個英國脫歐的衝擊到底在哪裡 今天我們的輝哥幫我們帶來了 他們袁娜寶華研究院 最精確的報告 待會不要錯過了 還有就是那台股怎麼辦 台股今天的一個走勢 那麼到底接下來個股的部分 大家手中如果還有多擔 你該如何是好 今天盤面上其實還有一些 相對強勁的股票 今天在大跌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維持紅盤 那是不是盤穩下來就看他 待會請馬老師講清楚 另外還有一些個股的部分 那麼今天也要好好帶大家來做剖析 好 我們首先就要有請輝哥囉 來 輝哥帶我們看看 今天英國在整個早上 大家我覺得今天英國脫歐公投 好像比我們總統大選還在更緊張 一個是大肆底定 一個其實是塵埃未定 我記得那時候剛開票 一清晨我醒來 就趕快去看CNN 然後剛剛開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直就是脫歐式領先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大家還在討論 我還在跟我朋友講說 不用擔心 會留歐 大城市會晚點開 對 就大城市晚點開 先開那個鄉下的地方 大家都就是想脫歐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 跟我做一個比喻 我還很相信他 他說 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個總統大選 其實剛剛開票的時候 宋楚瑜一馬當先 是不是嘛 所以大家就覺得 應該會留下來 結果沒有想到最後居然翻盤 最後的一個比率是52% 他們贊成要離開歐盟 只有大概48%要留下來 跌破大家眼鏡 甚至連章魚哥都預測失敗 我們昨天還在這邊告訴大家 章魚哥說英國會留下來 結果那個章魚哥後來搞半天 章魚哥不是 冒牌 真正章魚哥已經變撒西米了 所以這是假的 難怪他不準 好 無論如何 我們現在要來關心的是 那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來看今天 在確定這個脫歐公投的一個票 投完了之後 馬上金融市場大震盪 首先我們看到 大家說避險的日元 一度升到98.9 連100都撐不住98.9 但是現在似乎已經收一個下影線 我來告訴大家 現在最新的一個報價是102.38 這是日元 好 已經沒有那麼恐慌 大家有一點冷靜 那麼在韓環的部分呢 也是貶值3% 這是一週來的新低 那我們看我們在 我們先看人民幣好了 人民幣也貶值了6.61 那麼今天的這個陸股呢 其實也是重挫 那我們的台股呢 今天跌了199點 一下子本來從這個 要衝8700掉到8476 台幣的部分貶值了3.1 腳這個是半個月來的新低 新台幣今天的收盤匯率是 32.502對1美元 好 那麼這個是今天在亞洲的一個金融市場的表現 我要請教輝哥的是這個 輝哥來告訴我們到底這回的英國脫歐 因為現在很多人說它很遙遠啊 它真的有這麼影響到我們嗎 你的看法 我們應該這樣看 其實這一次英國脫歐以前 很多人是用黑天鵝事件來解釋它 那我們要知道 上一次看到黑天鵝這三個字 其實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所以很多人都會直接拿 2008年的金融海嘯的案例 來跟大家說 這一次脫歐過後 全世界市場上未來的震盪 很有可能會像是金融海嘯一樣 是一種骨牌效 因為有可能英國脫了歐以後 過一陣子法國也要脫 德國也要脫 一大堆國家想要脫歐 就想要效仿英國這樣的做法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2008年 標準普爾跌幅超過50% 來到57% 德國股市在當時 它不是正央的中心 正央中心在美國 它也跌了56% 台股那時候跌得更慘 59% 所以說如果很多人說假設是像 規模像2008年金融海嘯 那麼大的一個震盪 真的跌下來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倖免 但是我要很坦白跟大家講 有幾個層面我們必須要去看 這一次的英國脫歐 如果你真的要說像是那個時候比 其實也不到 一個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2008年當雷曼兄弟倒掉的那一剎那 沒有人知道你到底有曝險有多大 我想觀眾朋友如果你再回想 那個時候其實很多為言聳聽的語言是跑出來 我們舉個例子來跟大家說明 2008年大家都知道說 造成次代危機的是什麼CDO CDS 一堆C字背的那種英文字 他搞不懂 他搞不懂不但搞不懂很多專家學者都出來為言聳聽 我舉個例子來講 那個時候其實媒體很常報導一個數字 他跟大家講全世界的CDO 曝險有60兆美金這麼大 好可怕 如果真的是60兆就跌下來不得了了 為什麼 因為全球一年的GDP也不過才60兆 一次就把全世界一年賺得辛辛苦苦賺錢 通通化為烏有 很像地球爆炸的感覺 搞不清楚的狀況下 所有人一孔花錢通通撤走 就只能這樣子去做 可是你看現在英國脫 各國的金管單位 馬上在第一時間他就可以算出來 我們付錢有多大 對像我們自己的金管會也有算 沒有錯 因為事情來講 所以那個傷害是可以控制的 應該這樣講說 他的不確定性 沒有這個時候這麼大 在金融上面的不確定性 算不清楚的這個層面 沒有想像中那麼劇烈 所以說如果真的英國脫歐的話 金融市場的動盪是一定會動盪 對 但是不至於這樣 我們要這樣講 程度上絕對是不能夠跟這個比 你如果要講最近的程度 那它大概就是像是 今年年初那個樣子 例如說 我們覺得中國人民幣的匯改 它有那種不確定性存在 或者說你拿去跟今年2月 得意志銀行 一家銀行單一倒閉的事件 會比較接近 那你拿去跟2008年來比 它其實是不能夠對比 就有點太誇張了 不至於那麼嚴重的 那麼要給大家一些信心喊話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市場上這樣的預估 我要請這個輝哥幫我們來看看 合不合理 這是市場上的預估 他們認為已經脫歐了 在今天之前 大家都在預估說 脫歐怎麼樣 不脫歐怎麼樣 這個是已經告訴大家 脫歐成功 好 脫歐成功 他們說以後英鎊會中扁 市場說大概會扁4成 那今天呢 今天大概扁了10個百分點 這個是最嚴重的時候 其實現在它已經上來 也一樣收一個下引線 今天英鎊到目前為止最新的報價 它是貶值了7.8個percent 好 那麼在股票的部分 英國是下跌兩成 這個是市場預估它會跌兩成 那麼現在大概跌了8個百分點 我們等一下來看最新報價 那日元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了 今天在這個貶值 升值最嚴重的時候 來到98 看到98 那它認為美股呢 應該會跌5%左右 好 另外呢 像美元 像是黃金 這些避險的部分呢 可能都會相對的有反應 好 那我就要請教這個輝哥 這個是市場的預估你的看法呢 我們應該這樣來看 我們從市場的預估的程度來講 它其實就是給大家一個信心 為什麼 這個市場的預估 其實是可控的 為什麼 英國是政央的中心 對 它如果跌4成 英鎊跌4成是正常的 因為我脫離歐盟 自然而然 你不應該要有這麼高的會價 但是它點4成 跟我們點沒有一定的必然的關係 你可以看到 市場最多認為 避險貨幣日元只會升到100 這個數字上來講 其實也是10%以內的一個幅度 然後英國股市跌2成是正常 因為你是正央中心 可是美國股市是跌5% 那美元看到100 今年 去年 2015年 美元指數也有曾經出現過這個位置 大家記得 美元指數最高的時候 曾經來到102塊錢 所以說 都是在 黃金也是一樣 這個價位 其實這幾年來並不是沒有看過 所以說 對市場來講 我們第一個時間 看到大家的普遍的感覺是 英國退歐 反應還沒有完 因為大部分 其實跌幅都還沒有完成 或者是變動幅度 大概只是走到一半半燒藥 所以日元可能 一次反應完成以外 大部分都還沒有反應完成 但是它是可控 未來大概還有一段時間的震盪期 但不會是那種恐慌期 事實上 袁大寶寶也有做相關的評估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評估非常簡單 你要去看說到底脫歐 它所造成的衝擊有多大 你要先去看市場過去願意去評估 它其實從這些恐慌指數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退歐公投之前 這恐慌指數曾經一度大幅的攀高 大家怎麼樣去認定這一次的脫歐事件 你可以看到這恐慌指數看起來雖然是跳起來 但這個數字往前去拉 其實它也不過就是今年1月以來的水準值 也就是說對市場來講 真的脫歐的話 它的程度對股票市場來說 大概就是今年的水準值 就是今年年初那個水準值 沒有太嚴重了 今年年初你看喔 如果用美股來講 國際股市來講 台股來講 最嚴重的時候 了不起就是10%左右 它不會倒是出現那種 20%的連續性重症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過 英國大家對它的曝險 不是無法計算的 是可以計算可以控制的 跟之前金融海嘯是不一樣的 沒有錯 第二個很好用的一個指標 我們在這個 這個美國的CPU 這叫偏太指數 偏太 這個偏太指數很有趣 它衡量的是選擇權的 身價外的價格 那你要知道 一般人是不會去買 身價外的選擇 沒什麼道理 那這個東西 身價外只有在 股市大漲跟大跌的時候 它才能夠起到你的保護的作用 所以說 當這個身價外的價格大漲的時候 身價外的選擇權波動率 大幅的調升 那代表市場上預期 市場未來有可能會發生 那種劇烈的下跌 但是有多劇烈呢 以大家來講 跟今年年初差不多 所以就程度上來講 所有人都認為 在股票市場的衝擊 大致上就是 今年年初我們在1月 那時候所經歷 因為人民幣的貶值預期 所造成的那個震盪 對 差不多就是那樣了 對 那你看 如果以那時候的角度來講 風暴中心的國家 那時候是中國 大概跌個兩成三成 這很正常 股票一定是這樣跌 但是那些風暴以外的其他國家 的確也會被掃到颱風尾 對 比已經歐洲那麼大 對 那就一成左右了 大概就是一成左右 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些指數又怎麼看 沒有錯 我們一般來講 在衡量波動性上面 還有一個很好用的指數 叫Move index 這個Move index 它所衡量的是什麼 它衡量是債券市場的波動率 也就是說 如果真的脫歐了 以現在來講 未來債券 還有多大的反應空間 很有趣的 債券市場它告訴你說 該反應的都反應差不多 跟前面比起來 其實也沒有很距離 就是說跟連準會升息來比 大家不覺得說債券會崩盤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債券市場 它其實幾乎已經 完全反映了英國脫歐 該要有的避險狀況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個債券的殖利率 那這個呢 反觀這一次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衝擊的地方 是來自於外匯市場 一般來講 我們有的時候會衡量 外匯市場波動性 我們使用的是Civix 它衡量是外匯的波動性指數 很不幸的 現在的位置往前拉拉拉拉拉 拉到前面實際上的高度 這個時候是在歐債危機 也就是說你往前拉 現在的高度是來到 歐債危機以後的新高 那這個其實它就 隱含了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對未來的匯率的評價 基本上它會有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我舉個例子來跟大家講 歐債危機那個時候 在股票市場 那的確 歐洲股票真重挫 就跟今年年初一樣 那核心的國家就是 受風暴為中心的國家 它的股市是一定會中錯的 那大概就是兩成左右 但是邊權的國家是一成 這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在外匯市場 歐債危機那個時候 有一個特徵 核心的國家就是 受到風暴為中心的國家 那時候以歐元來講 它是一路的從1.5 88888貶值到1.1 貶值的幅度就是30% 所以說我們用同樣一個比例 拿去看現在的英鎊 如果現在的英國 就跟在2011 2012年 那時候歐債危機不是也是一樣嗎 對 希臘 西班牙 義大利跟愛爾蘭 他們都要脫離歐元區了 所以跟英國脫歐其實是程度是很接近的概念 那那個時候的歐元 它是貶值 貶的幅度是30% 我們來看英鎊到這個怎麼看 今天的英鎊其實也是大貶值 其實今天我覺得有一些 我很正面樂觀的朋友 他們在脫歐確定的那一刻 他們就告訴我說 他要訂機票去英國了 然後有人就立刻上那個Burberry的網站 我要告訴你的這一點是 大家去上那個 有一個這個英國的網站 購物天堂的網站 叫ASOS 另外還有叫Burberry的這個線上購物網站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上機進不去 太多人要買了 其實你講是對的 我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今天跟一個客戶在聊天 他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去解釋 英國脫歐的這個現象 他說 他說他前一陣子在台灣買了一個Burberry的包包 然後在台灣買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森恆昌還給他打折 打折過後還要5萬7千塊 他覺得他買的非常便宜 因為他的朋友在英國買買4萬8千塊 他沒有機票就買了5萬7千塊 也不用飛到英國買 他覺得森恆昌對他實在太好 那他今天 他上個禮拜 他剛剛好去克羅埃西亞玩 克羅埃西亞 那基本上也是歐盟的地方 他講說 這個導遊當時一直告訴他 這個地方沒有精品 絕對沒有精品 你也不用想去逛 沒想到他在機場就看到Burberry的店 他走進去一看 同樣一個包包 跟英國的價錢一樣 4萬7千塊 他馬上毫不手軟 買了相同品牌的別的東西 因為他知道這個地方的價格 跟英國是一樣的價格 這就是英國脫歐 一個很大的衝擊 有關稅 有了關稅以後對他自己的經濟會受到重創 就會有影響對不對 所以說匯率上一定會有影響 對 那我們怎麼去看匯率上的影響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其實很多人都搞不太清楚 我們當然知道今天英國脫歐 英鎊一定會貶值 而且一定是貶得最終 歐元也會貶值 但問題是其他國家貨幣怎麼看 有一個很簡單的分析的概念 我們要去評斷 英國脫歐最造成的直接的影響有兩個 第一個影響 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一定會上升 所以說元大保華在今天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我們就把主要國家的貨幣 跟VIX恐慌指數擺在一起 去找出相關性從高到低來排列 你就知道 如果跟VIX相關性越高的 英國脫歐對他的貨幣影響越大 如果沒有什麼關聯性 那其實恐慌跟你的貨幣沒有關聯性 那當然英國脫歐就不會有影響 那另外一個層面 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要知道英國脫歐你會覺得說 影響哪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最明顯 不會是歐洲 也不會是英國 因為歐洲要已經告訴你 我就是負利率政策 能夠負到哪裡去 匯率是日本吧 最大的影響 貨幣政策最大的影響 是美國聯準會 現在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要升息 所以他可能就不升息 他可能就不升息 所以對我們來講 你要去評斷匯率的第二個指標 你要去看 美國的利率 影響哪些國家匯率最多 我們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 我們發現 英國的脫歐 除了影響英镑影響歐元以外 他大概有一個特徵 有一個國家的貨幣 他一定會強生 今天也看到日元 那日元強生 基本上100塊 100塊以下 都是有可能會看到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說 他不會偏離100塊錢太多 一個最大的原因 袁大寶華有做過研究 日本的企業 他的損益兩平的匯價 在103塊 也就是說 對日本的股市來講 只要日元匯率 一升破103塊 下一季的季報 就會非常難看待 日本的企業就賺不到錢了 就是賠錢 這個匯水是損到 整個全產業都在賠錢賺 那今天有到98 我老天爺 日本那些大老闆會長 都已經昏倒了 你可以理解 所以今天日股是崩盤的狀態嗎 對 而且還曾經啟動 所謂的熔斷機制 我們趕快來看看 跟這個股市的一個衝擊 那麼其實今天雅谷全面衝擊 應該說全世界 全世界就像核彈爆炸一樣 只是說這個核彈爆炸的 一個後座力有多強 我們來看看 這個脫歐的衝擊 是現在才開始嗎 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今天到底是反應完了 還是才要開始 我應該很坦白講 現在才要開始 但是現在才要開始 程度是10% 為什麼說現在才要開始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今年以來 算到1月1號到今天 真正跌的國家都不在歐洲 真正跌的國家 日本跌的最慘 但跟歐洲沒有關係 那是因為大家對日本央行的 貨幣政策失望 大陸 那是因為人民幣的匯改 讓大家失望 其他國家 只有德國跌的比較慘 但德國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今年德意志銀行快要倒掉 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從本益比來看 大部分的國家 現在它的本益比 是在相對的高點 也就是說就評價來講 它其實不便宜 所以說對市場來講 它其實是 還沒有準備好 英國脫歐的衝擊 但是這個衝擊 它是那種急跌還是緩跌 我會覺得 它是會接近 第一天可能是急跌 但接下來是緩跌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英國脫歐之後 那英國不是今天說我脫離歐盟 明天開始 歐盟的網站上就找不到它 因為它兩年的時間慢慢拐 所以說它會慢慢的拖 但是前面的壓力比較大 因為前面其實那個不確定性比較大 所以會比較接近像是2011年歐債危機那個樣子 2011年歐債危機 歐股也不是一次性的跌下來 它是緩跌緩跌緩跌 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把這個壓力給釋放掉 是 所以這個是在股市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看 那現在這個很多像今天應該很多的這個金融機構 他們是沒有料到居然真的脫歐成功了 所以大家有一點傻眼 好那接下來如果要避險的資金 大家一直在問那個避險資金會往哪裡跑 我們要這樣看 避險資金到底會往哪裡跑 以前會覺得說 每當有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 我一定要買點債券 但我很不幸的告訴大家 這個該上車的人已經早就上車了 其實今年以來 我們可以從剛剛前面看到的 債券市場的波動性指數 就很清楚的看出來 市場其實都認為 如果真的脫歐債 其實未來能夠避險的空間很有限 波動性比較小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債券值利率 遠遠低於海嘯後的平均利率 那你說再怎麼說 現在全世界再怎麼說 它都不會是像金融海嘯那麼嚴重 那我的利率其實已經跌到了谷底 而且很多國家都是負利率的狀況 所以說自然而然 債券市場能夠成為吸引資金的避風港 當然 會有 但是它能夠成為避險的角色 是不大的 而且一旦 英國Toro的消息反應完了以後 債券反轉也非常的快 所以說 我會覺得債券這一次反而變成說 對投資人來講 這段時間其實是短線來講 是很難操作的一個段時間 因為股票離開了 你債券上也找不到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辛辛苦土的在賺這個利差嘛 因為短天期利率很低 然後 就是我能夠收了一些短天期比較低的存款 然後借給你 借個一年兩年多收了一點點的利息 但現在做了負利率政策 長短利差已經說到 金融股都不知道怎麼賺錢的地步了 這是已經是被衝擊的很厲害 那接下來呢 金融股又面臨到了第二個大的問題 我之前借了太多錢給那些石油的企業 就國際原物料價格 就算最近反彈 它也是低的 你能不能還得出錢來 我也搞不是很清楚 那現在又脫歐了 他們現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很直接的衝擊 英國脫歐以後有兩個很大的影響 第一個美元很強 美元很強 國際原物料 大部分的國際 除了黃金以外 大部分的國際原物料 都會受到美元的強勢 而開始衝擊 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說對銀行一定受傷 第二個 英國脫歐以後 我剛跟大家提到 聯準會你覺得 現在之前原本說 6月不生息 7月有可能 9月應該會生 現在我看很多人會覺得 7月不可能 9月不太容易 但12月 看看那個時候股價再來說 看看那個時候總統是誰 也是這樣說 好我們就來看 下一刀現在到底有誰 因為在英國確定要離開了之後 現在大家一直在講說 那歐洲有樣學樣 沒錯 你英國都走了 那我也要走 對不對 剛剛馬爾斯還在開玩笑說 德國說我也要走 德國第一走 哪有這種事啊 好我們來看誰有可能 法國荷蘭丹麥瑞典 誰有可能一個接一個 我們應該這樣看 其實真正最快離開歐盟的國家 很有可能就是來自於丹麥跟瑞典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 他的條件要是他自己的經濟夠強 其實不是 最主要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歐元區歐元區 歐盟現在有個大的問題 英國為什麼這次選擇脫歐 它來自於歐盟它裡面的條件 有一個很不成文的規定 在長期 歐盟要整合到 是以歐元為共同貨幣 所以說對於那些留在歐盟 但是不在歐元區的那些國家 英國脫歐會給他們一個 很重要的那種就是支持說 我們要脫歐 為什麼其實你可以看 英國這次為什麼要脫歐 其實不是經濟的問題 對他們來講 經濟他們所有人都知道 經濟是不好的 如果脫歐我們的經濟 真的可能衰退 但他們捍衛的是所謂的尊嚴 尊嚴在哪裡 你要知道 英國人跟台灣人不一樣 英國人非常重視他們的女皇 你要知道 這個英鎑就是女皇的象徵 對它上面是一個女皇的頭 沒有錯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對英國來講 如果你這個憲章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留在歐盟 長期就要使用歐元 不就跟我們的共同的信仰 是有很大的改變 抵觸了 那不只是英國 第二個 英國他們還很重視 丹曼也有王室 丹曼也有王室 瑞典也有 而且第二個很重要的一點 概念在哪裡 其實英國今天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我們是一個比較有尊嚴傳統的國家 但是歐盟裡面有個東西叫生根條約 無論你是難民 有錢人 或者是沒有錢人 你今天只要在任何一個國家 登陸了歐盟 你都可以在歐盟裡面爬爬罩 那這個難民的問題 讓這個英國愛好親近的英國 他會覺得說 我很傷腦筋 我很傷腦筋 OK 所以這些有可能都是下一個的國家 那我們就來看看對台灣的影響 剛剛這個惠哥特別提到了說 這一次其實他曝險的一個金額 是算得出來的 風險在哪裡是看得到的 那這些就是被大家看到了 他因為這個英鎊貶值 昏迷的 昏迷指數應該是已經飆高了 台灣企業我們來看一看 王文陽先生 他去買了 那個時候大家還講說 他去買那個HIPAA對面的 海德公園一號 好漂亮的豪宅 那個時候買這麼多錢 這個 房地產 這個英鎊都已經搞成這樣 這房地產 不知道該怎麼說 富邦他去買了 杜莎夫人蠟像館 那時候大家想說 你買那個蠟像館幹嘛 他說我投資要投資 好吧 這踢到鐵板 另外像國泰 他也去買了一個 這個建築物對不對 那像星光 他也去投資 都是當地的建築物 這些應該 勢必就是直接的一個 這個 這就是曝險了 沒有錯 其實我覺得曝險不曝險 大家其實有的時候 很容易被媒體上的數字 那或者說就是 數字本身是給嚇到 我舉個例子來說 其實今天 很多媒體引用了一個數字 就是說 台灣金融機構 對英國的曝險很大 那規模來到 三兆新台幣這麼多 你直接看到 如果這三兆 看三兆好像很多 台股市值也沒那麼大 台股市值當然比較大 但是在台股市值很大 你就感覺到 如果這三兆通賠光光 那這台灣應該是金融風暴 絕對金融風暴 因為當初卡債風暴 也不過就是接近一兆而已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為什麼會對英國 有這麼大的曝險 其實最主要是 英國畢竟還是 到今天為止 還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它也是強國 也不是不只是強 也是金融中心 也就是說 就像美國一樣 你一定對美國有非常大的曝險 你買了很多的 例如說人民幣債券 但其實你是從美國買的 所以其實會跟我們一個最好的結論 是不是還好 我們應該這樣講 絕對是還好 兩個層面來看 那些我們曝險的三兆 佔我們的總資產 大概只有1.5% 第二個數字 這三兆裡面 不是都是歐元的曝險 也不都是英鎊的曝險 很大一部分都是 透過英國的買的美元的債券 所以說其實 曝險上 你不能看到數字本身 就被自己嚇自己 第二個重點 貿易上我們跟英國 其實沒有那麼太大的碗 對 它貿易佔我們不到2% 所以真的還好 我應該這樣講 英國對台灣的衝擊 是來自於信心層面的 對 金融層面的 就是那種大家很恐慌很恐慌 但是真的對實體經濟的衝擊 它不是那麼的劇烈跟可怕的地步 好 非常謝謝輝哥 這個輝哥今天來跟我們好好講了講 那麼相信大家聽完了之後 會覺得稍微的一顆心懸在半空衝 應該可以稍微放下來 沒有那麼嚴重的 那我們有請馬老師來幫我們看看台股 那台股呢 今天直接就反映 這個早盤 其實早盤這邊 這個很精彩 因為一開始開盤 他們在投票 在開票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想說 上衝下襲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人去當衝 還期貨賺錢有沒有 結果後來 就溜滑踢下來了 跌點在8374 但最後有稍微拉尾盤 這個地方差不多就是已經確定 就是那時候CNN BBC有沒有 都說 要脫了 下壞了 然後下完了之後 大家想想 是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又稍微的往上 間諜199.8476 最後是有往上拉尾盤 對 外資賣了130億 這不意外 但是我意外的是 它期貨多單 它是增加的 對 馬老師這怎麼看 這樣講簡單的就是說 外資跑不掉 所以它還會再試機 再來做一次反攻的機會 但是反攻上來的話 就像我們前幾個禮拜 所提到的重點 往上高點 你要小心 往下短線上 大概還沒那麼大的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打達8374 這有什麼意義 我們把那個周線的K線圖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看這個 禮拜一大家在擔心說 禮拜一會不會 國安基金來互盤 我們先來看政府的態度 這個是金管會的副主委 他說他們沒有救世措施 然後暴險的金額他都掌握 就像輝哥講的 他很OK嘛 那再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管國安基金的 他說禮拜一要開會 禮拜一要開會 臨時會就要開 國安基金要不要進場 大家聽到他講 就放心 國安基金要進場 但聽他講說 我們沒有救世欸 那這樣是哪招啊 我覺得 如果他現在進場 他剛剛退場沒多久 你現在進場 那你不是幫外資再解套嗎 外資就苦無機會再出貨 你還幫他去買股票給他 你不是讓他機會做出貨 你沒有散戶啊 對 我當時反問問 如果你不去進場 外資反而會比較積極的操作 對 因為這是籌碼 就是我們講的資金上 一個籌碼 心理戰 好來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胎股會跌到哪 我們來看看 7999最後一波往上攻擊 到8754這個地方 之前我已經說過 這是一個收斂三角形 對 那如果沿先 這個下降趨勢條件之下 在三角整理完畢之後 當然 理論上 他是往下走的機會是比較大 但是沒有下到之前 我們還是要 以他目前還是一個 收斂整理的格局 那各位看看 7999到8754 總共漲了多少點 755點 對不對 你把755除以2 等於多少 等於377點左右 37877左右 好我現在腦袋空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把8754 減掉剛剛所說的這一半 等於多少 我告訴各位 就是跟今天的收盤 8476點 差兩點 真的喔 對 所以你可以看 目前來看 多頭他還是在一個理性的範圍 也就是說 他是在可控制的範圍之內 在做他的操作 並沒有失控 所以你注意到 就要剛剛講 主要原因就像剛剛 這個 王曉玉提到的 今天外資會在旗子加碼 對 是他的道理存在 不要忘記一件事 禮拜一 台積電要除息 對啊 對啊 馬上要減掉50點左右的空間 對啊 那包含這個 下禮拜有這個 富邦金 國泰金都要除息 對 漢布朗朗加起來七八十點 他在這邊去加碼 鐵定 他有他的道理 他有他的道理存在 所以國安經紀不用去互盤 自然會有 外資會想辦法去幫你 不要這樣 互盤啦 互盤啦 好啦我們來看 那到底疊完沒 這個是大家很想問馬老師的問題 對 這剛剛慧哥說才要開始 那個是指國際的股市的影響 對 那台股呢 今天已經跌成這樣了 那其實我們待會來看一下 我們待會請導播幫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來看國際盤 國際盤勢必現在正在反應當中 那台股禮拜一還要繼續反應嗎 我們這樣講 第一個 這是一個M頭 已經確立了嘛對不對 短期的上升趨勢線跌破 對不對 那這一個是可以看到中期的上升趨勢線 事實上 從周線的話 底下還有一條 這個72013連接7627 剛剛周線有看到一條上升趨勢線 對不對 那個首列三角形 那我告訴各位 這個位置點 剛好在8140點 跟8080點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剛剛講 既然這個M頭形成之後 注意到它短線上的一個下降的空間 我可以跟各位講在什麼地方 在8236 這個M頭的對稱的一個幅度 去計算在8236的地方 所以大概還有200點 對大概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剛剛說過 以今天來看的話 多頭它並沒有下的這個 到頭數穿 今天很神奇的一點是 在那個跌最深的那個時候 台股沒有任何一家跌停板喔 對沒有錯 對不對 大家都在跌 欸對對對 但沒有跌停板 對這表示什麼 表示沒有機會 但是股票你都賣得掉 表示脫歐這個東西 像你剛剛講跌破眼鏡 真的是跌破眼鏡 我還是如果知道脫歐會成功 那這裡根本不會大買 投信也不會前兩天去翻多啊 對 誰知道 所以在這些大戶 我認為不是只有他們 包含一些國內本土的一些大戶存在 都沒有想到會脫歐成功 所有人全部卡住 對 所以既然 老師我知道了 這樣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除了你的股票卡住之外 很多大人他們也都卡住了 他卡住 他就想辦法要怎麼樣 他會幫你解套的 對他幫你解套 他其實幫自己解套 但是回到中間來看 就要稍微注意到 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幾個重點 有沒有 在剛剛所提到有沒有 哪一張 對就這一張這樣你看 這一張 我們提醒過大家的危機訊號 長黑帶量有沒有 長黑帶量有沒有 那各位注意到 這根長黑也是帶量 所以要注意到 短線上往下殺 你不用繼續追殺 對 除非你的股票是線型很弱 法人也在賣的股票 對 要不然的話你不用擔心 所以禮拜一嗎 我是告訴大家 禮拜一如果再往下再反應的話 你先不要殺 你不要再亂殺低了 對 那注意到 這一根長黑K的一半的位置 嗯 能不能夠有效的站上去 嗯 如果越接近這個位置點 你就遇到 量開始做萎縮的話 對 那就表示什麼 追價沒有了 那你這個時候 尤其弱勢的股票 跟大盤同步的股票 你就要做為一個 稍微 準備要做挑戰的動作 OK 好 這個是日線喔 那我們再來看到 那這張圖又怎麼看 我們從這個買賣超的部分 我們之前提到過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之前講到 國內的 投信 跟外資的一個 買賣超的一個動作 嗯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它是呈現一個相反的一個現象 產生對不對 嗯 所以我們講就是說 當外資在做賣超 對 在買超的時候 投信 當然不是只有投信 包括自行商 甚至我們這些四大基金 八大行庫 國安基金四大 都反向跟它做調節 那你可以看到我剛剛講 在這個地方位置點 最近它還是出現這個現象 就是外資在買超 那國內的法人 還是在做賣超 嗯 並沒有做大幅度的回復 所以就像我們講的 幾個信號 那就要回到剛剛 如果符合這個 這個 輝哥 輝哥的所講的一個條件 股市如果在這邊 真的去反映國際股市的話 嗯 台灣當然是性敏於難 但是短時間我認為 還不至於立刻產生 嗯 那不至於產生 就是因為 超乎大家預期說 會脫歐成功 對 所以這些大幅 一定要想辦法 再做一個解套的機會 但是我們來看看 底下的KD指標跟MACD 那你就要稍微注意到 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重點 對不對 就剛剛上一張圖 剛剛上一張圖 對 各位看到沒有 我們之前是不是說 背離的訊號 嗯 有沒有 在這邊是80以上的背離 你不用擔心 它不是要背離 但是跌破80之後的 背離產生 股票就會下跌 對不對 這邊看到沒有 80之上跌破 所以最近有類似狀況了 已經出現 那各位看到 我這邊講一個東西 就說這邊的高點是8754 事實上這一波 沒有過8754 這一波最高是8716 可是我告訴各位 因為我們的線圖上 很多是用收盤價去做計算 所以注意到 這天收盤是8716 這天8754的最高點的收盤 是8755 所以 8715 所以這邊的收盤是比這邊高一點 所以嚴格來講 它是形成的一個背離現場產生 那MACD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現場產生 所以中期來看 它這個 這個就像我剛才講 反彈上來 你就要格外注意到 你的股票如果不是最強的股票 趕快要做四季的減碼動作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的國際盤 這個是在反應了吧 大家不要看到這數字 覺得很恐怖 因為反正我們已經反應過了 對不對 今天早上就反應過了 這個他們現在在經歷的 就是我們早上大家在 開盤的過程當中的 心理的一個狀態 好 英國你說 剛剛輝哥講了 這個明明就風暴的中心 它怎麼沒有跌人家多啊 它跌4%多 另外呢 你看德國倒是跌比較多 德國法國跌了7% 8% 它只跌了4% 好 那我們來看到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 在美國的期貨這個電子盤的部分 好 現在呢 已經收斂了 對 你看它跌現在2.8% 這是已經收斂過後 而且呢 其實下午的時候 我們再幫大家看那個歐台期 跟摩台紙 還有一度翻紅耶 對不對 所以大家其實不要太緊張了 就如同到 馬老師講的 禮拜一再反應應該就差不多 在200點頂多 我認為搞不好還不見得會有200點 搞不好沒有200點 因為我剛剛說外資大戶它比你更害怕 對 因為你這種行情 散戶是不敢買的啦 講白點 你覺得不敢買嗎 你一定嚇到嚇死 今天應該嚇到很多人砍了 對 你不買 它賣給誰 它沒辦法賣 所以它只有去降 再低檔 逢低再抄底一次 把它的成本去做攤平的降低動作 然後再往上拉 等消息做平息之後 趕快急功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再送給你 那個時候我們再來當心 現在還不用當心 那禮拜一再反應一些的話 馬老師已經教大家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 我們還要繼續請馬老師教教大家 下個禮拜操作的SOP 不要錯過了 馬上回來 要做別人的榜樣 也要做家人的驕傲 真的很不容易 還好有床的事情